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停办三年创世基隆分院 今年再度带领院民举办轻旅行的活动 特别安排到海科馆参观 希望借由轻旅行 让院民们可以出外晒晒太阳 并且有新环境的感官刺激 那今年好不容易 在暑假这个期间 我们安排了院民的暑期夏令营活动 那在所有的工作人员 在两个月前的筹备 那安排院民跟家属呢 可以一起到潮晋公园的智能馆 去参访 跳脱院区的环境 那增加院民之间跟家属的连结 那也增加了我们院女植物人的感官刺激 不同的环境 不同的声音刺激 让他们的感官刺激可以增加 那希望我们每年都可以规划这样的轻旅行 那让这样的活动一直延续下去 创世基隆分院指出 要带着植物人出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包括交通能力以及照顾设备等 都要做好事前筹划工作 才能让整天跟床在一起的植物人 能够有出外体验的机会 也让植物人家属们非常感谢 创世基隆分院的安排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